嗨,兄弟们,大家好,我是李威斯 20万粉了 我之前承诺过 20万粉呢,要喝尿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今天不仅要喝一瓶尿 我要喝不同的尿 来品味一下这两种尿 它们之间的这个味道 还有它的这个口感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获取不同的尿呢 这是三元钱的矿泉水 当我喝了三元钱的矿泉水 尿出来的尿,它是三元钱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我的朋友在外地给我带来的 纯山泉水 而且呢,这个是一百元的 大约一百元 把这个一百多元的这个水喝到肚子里呢 出来的是一百元钱的尿 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试一下 三元钱的尿 和一百元钱的尿 到底区别在哪里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这个三元钱的矿泉水 这个三元钱的矿泉水 先干了它 我觉得我都不用吃晚饭了 真的 哇,那么我们如何练出人尿呢 第一步 喝水已经完成了 那么第二步 接下来这一步就是 让这个水分充分的进入到自己的肾里面 然后就不停地运动 天运动 哇 小鱼们 小鱼 看 上镜了啊 上镜了啊 虽然说这个水啊 没有时间给你换 但是吧 你看你看 但是吧 我接下来就喝尿了 你有什么感想吗 你有什么感想吗 怎么不说话呢 哦哦哦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我觉得我这个丹田下面 有了一点洪荒自立 这个有点扎心 有点扎心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卫生间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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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是 酷 耶 耶 耶 完成了 现在呢 就差这个了 这个 大约百元的山泉水 我问一问这个山泉水和咱们普通的矿泉水的味道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卵用啊 没什么毛味 喝一喝 还可以 还可以 由于呢 我等了很长的时间 才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排进 这个呢 我还需要酝酿一段时间 再把这个尿 再次排进 耶 我们要酝酿 这个尿了 这个尿学酝酿很长时间 听到装修的声音了吗 是在装修 装装装 给给他装坟呢 20万份喝尿 我容易吗 为了播放量 等下 有感觉了 但是我不能用这个瓶子机 我得换瓶子 这瓶子很漂亮的 好好好不容易攒出了两瓶尿啊 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呢 我给你们告诉一下 这边 是三元钱的尿 而我的这边 它 是百元尿 我们呢 先敞上这个便宜的尿啊 还在装修 如果说他要是把这栋楼 给我装塌了的话 你们赶紧报警 把它抓走吧 这是个神经病 一直装修 我的天呐 三元钱的尿 真的要喝吗 没办法 没办法 同志们 我喝了下去 你们要是不帮我转发 不给我点赞 不订阅我的频道 我都觉得 真的 你们自己想吧 不订阅你的 坚持 你是不认识的 你不认识 了 你不认识 我已经品尝到了 百元钱的尿 百元的 会不会比它好点呢 这不一个味吗 啊好烧啊 好吧 好吧我现在来告诉你们 他们两个的区别啊 其实他们两个的区别呢就是 是啤酒 啤酒你以为会傻到就喝尿吗 啊 好的本来这个视频呢打算是与人结发 结果呢与人结 好像没到二十万份吧 还是时间没赶上啊 总之呢你们被搞到了 如果呢你也想骗你的朋友 你也想呢把它搞一下 你就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吧 我就是如此的后援无耻 好了我是李月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我有点说 好了就把你也说了 我是李月子 就是我追笑什么 玩玩玩心 We'll be fine